佛学思想 早在汉代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就已传入中国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中国化 成为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宗教思想体系 佛学思想 随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 随着国家的统一 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佛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唐代统治者实行儒、佛、道、并行政策 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 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形成了一些中国化的佛学宗派 禅宗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派 佛学的思辨哲学 弥补了传统思想 直观朴素的不足 丰富了中国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if 全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